合同有望,马英九在访大陆,蔡英文罕见支持,邱义黄之贤又讲真话,马英九此次大陆之行,备受瞩目,历史长河中,两岸关系交错复杂,风云变幻,马英九身为台湾政治重要人物,此次赴敌国之举,其意义何在,难道是为了维护两岸和平,亦或是别有他图,这一问题引发了广泛猜测和议论。 马英九在访大陆,4月1日中午,马英九率领20多位台湾学子启程,迫不及待地踏上了访路之旅,大批记者一大早便蹲守在桃园机场,送别这位两岸和平的使者。 台湾同胞们也翘首以盼,有民众在现场向马英九竖起大拇指,赞赏他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,在动身之前,马英九向民进党摊牌,强势表态台湾不是一个国家,两岸同属一个中国。 日前,台当局行政部门负责人陈建仁,呼吁马英九转达所谓的台独主张,马办发言人萧续曾毫不留情地训斥民进党,主张台独就是叛国,马英九绝对不会为民进党传话, 这是马英九即2023年3月27日到4月7日赴湖南纪组后,再次到大陆参访。 马办基金会执行长萧续曾介绍,马英九将率领大九学堂青年学子参访中华文化历史景点、中山大学、北京大学进行两岸交流,萧续曾说,去年3月马英九率大九学堂学子访问大陆,对两岸关系有极其正面的影响,也让大陆民众看到台湾青年学子的活力。 去年7月,马英九基金会邀请大陆无所高效的师生来访,让大陆青年学子更深入了解台湾,也与当地民众留下许多难忘的互动。 这两个重要的互访,证明两岸青年交流的效果与重要性进入2024年。 台海问题一直都是备受关注的,无论是什么问题,只要一牵扯到台海,立刻就会引起全世界的瞩目。 而这一次,马英九再次访问大陆,对整个台海局势来说,无疑是一大利好消息,因为马英九一直都是主张九二共识的,他的出现对于两岸关系的改善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。 马英九再次率团附路交流,不仅仅是两岸青年学子交流,更不是单纯祭祖寻根,还要找出两岸荣兵的可能方式。 国民党立委谢龙介表示,两岸同文同种和同血缘,若弄到兵戎相见,将会何其残忍? 显然,马英九访问大陆,就是缓和由民进党当局制造两岸紧张局势,今年其再访大陆,目的更是不一般。 他们一行人将前往广东、陕西、北京等地,不仅是寻根和学术交流,还要去包括长城、故宫、卢沟桥、黄花岗七十二列士陵园、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等红色旅游地进行拜访。 4月1日,深圳人财公园上空,无人机编队翩翩起舞,呈现出一幅幅美丽的画卷,马英九先生与民众一同观赏,这场表演不仅是一场视觉盛宴,更是两岸文化交流的生动展现。 马先生此行,没有公职,党职在身,却带着满满的诚意和期望,希望推动两岸青年交流,促进民间减少敌意,增加善意。 当前,台海局势拨绝云轨,但马英九先生始终坚持和平、稳定、发展的理念。 他深知,两岸同胞血脉相连,和平共处,互利共赢才是正当。 他的到来,不仅是对两岸和平的坚定支持,也是对两岸民间交流的有力推动。 马英九一行首先抵达深圳,参观了大江科技公司,与机器人互动,感受科技的魅力。 大江作为全球领先的无人机制造商。 展示了中国企业在科技创新方面的强大实力,也展示了两岸青年在科技领域的交流与合作。 台湾青年们对大江的创新精神和产品设计赞不绝口,同时也对两岸科技合作的前景充满期待。 作为哈佛博士,马英九拥有开阔的全球视野,也深具强烈的加国情怀。 尽管马英九执政期间遭受各色批评,但客观上,马英九在位期间大力推动了岛内高科技的迅猛发展。 这是被公认的基本常识,引起陆营不满。 不过,对于这次的访问,陆营的反应可谓是非常大。 直接就是一阵疯狂的围攻,对马英九连连发难。 先是民进党立委吴思瑶,针对马英九访问大陆,将要去祭祀皇帝陵,表达不屑,声称堂堂台湾地区卸任领导人。 汤儿皇之去祭祀充满中国思维的皇帝陵,民进党在情感上难以理解,希望国民党不要释放错误信息,多强调台岛主权。 接着,被列为台独顽固分子清单的律伟王定宇,对大陆称呼马英九为马先生,非常不满,声称,在520前夕,马英九作为台湾地区卸任领导人。 又要带队去大陆认祖归宗,让大陆用一个中国对全世界宣传,对台岛加强统一宣传,很伤害台岛民众的情感,马英九的所作所为让人看不起。 归根到底,这也是他们的谋独,思想在作祟,我们能注意到,就在马英九宣布访路消息之际,台当局便在太平岛搞出了新动静。 根据台媒报道称,随着太平岛整修工作顺利竣工,民进党当局很快便通知台海巡署,安排了一艘百吨级别的巡防艇重铸太平岛,这也是时隔八年之后,台当局再度做出的有关部署。 蔡英文罕见支持,不过,非常令人意外的是,蔡英文办公室林玉禅回应称,蔡办尊重马个人形成规划,后续将洽相关单位就马此行的安全等事宜,给予必要协助。 同日,台陆委会也回应,宣称就现有公布的形成,民进党当局给予尊重,但呼吁马英九应考虑台岛整体社会观感,并向陆方反映台岛民意,坚持民主自由,捍卫主权的坚定立场,并威胁随访青年不应呼应,配合大陆对台进行统战宣传,应遵守台岛的法令规范等。 洪秀柱回应,洪秀柱是国民党前主席,也是国民党内最坚定的统派人士之一,他一直主张两岸应该以中华民国宪法为基础,共谋和平统一。 他认为,只有实现两岸统一,才能保障台湾民众的福祉和尊严,他也多次批评民进党当局的谋独行径,认为这是对中华民族的背叛和出卖。 他还呼吁国民党内部要团结起来,与大陆方面加强沟通合作,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贡献力量。 马英九与大陆的高层领导人展开会晤,势必要谈到台湾地区与大陆的统一问题。 这对于台湾的2300万人民以及国民党来说,都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机会。 于是,在这个关键的时刻,国民党的前主席洪秀柱就主动站了出来,向马英九和他的随行人员发出了喊话。 洪秀柱公开喊话马英九称,希望在这次对大陆展开访问的时候,马英九和他的随行人员都能够在说话时变得大胆一点。 只要话题有利于海峡两岸的统一,相信大陆方面也是愿意和马英九进行洽谈的,邱逸黄志贤又讲真话。 对此,岛内学者邱逸和黄志贤都罕见讲出了真话。 邱逸直言,岛内不管是谁去大陆,不管是谁上台,在美国及岛内民粹的压力下,都会走向台独或独台。 另外,台岛最可能也是最好的中局势武统开始,合统结束,马英九的路线已由不统不独不武转变为和平统一。 黄志贤指出,马英九虽然没有党职,也不能代表国民党,但实质影响力与威望之外,更有象征意义。 毕竟他是岛内唯一当过台岛领导人跟国民党主席的人,从蔡当局到民进党,也期盼马英九能缓和两岸局势,不得不说,从岛内的角度来说。 邱毅和黄志贤的话非常客观真实,说得非常到位,但是从战略的角度上来看,这次大陆方面在这个时候,高调邀请马英九访问大陆,是一招难得的妙棋。 对于大陆来讲,除了马英九以外,也没有其他更好的,可以扶持的统派人选。 大陆目前的对台政策是打独促统,这是一种主动出击的新策略。 意思就是,对岛内的台独会坚决打击,对统派会全力支持扶持。 这一次邀请马英九访路,或许就是一次新的尝试,至于效果怎么样,还需要再观察观察。 至少主动促统一定比被动要好很多,大陆这样持续扶持下去,倒内的统派就能继续坚持下去,甚至还能进一步发展壮大。 马英九这趟大陆之行,说白了就是在为和平统一探路,他想通过这种方式,让两岸人民加深理解,消除隔阂,为未来的统一大业奠定基础。 这可不仅仅是马英九一个人的心愿,更是两岸人民的共同期盼,两岸之间的关系稍显僵硬,但是两岸永远是一家人,是个别的极端势力在阻止两岸的统一,相信在两岸同胞的共同努力下。 两岸会尽早地统一,让挂念大陆的同胞能够回归祖国的怀抱。